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若反常必有刀 事出反常必有妖 雍正皇帝在即位前的爵位是雍亲王 为了标榜自己是清白的 他还将自己的年号定为雍正 意思是说雍亲王得位正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确有其事 那么雍正皇帝即位到底合不合法呢 咱们先来看看雍正皇帝是怎么继承皇位的 关于雍正皇帝即位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 改召创位说 说的是雍正皇帝将遗诏中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 改成了于字就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事实上大清用的是繁体字十 是无法改成于的 此外遗诏有四份 分别是用汉文和马门两种字体写成 即便更改了汉文 马门也没那么容易更改 所以说改召创位说并不成立 第二种 遗诏即位说 说的是康熙皇帝曾留下遗诏 让雍正皇帝即位 那么遗诏存在吗 确实存在 并且被保存在档案馆中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但由于遗诏是在雍正皇帝即位后才颁布的 所以很多人怀疑是雍正皇帝伪造的 第三种 无诏夺位说 说的是康熙皇帝突然驾崩 并未留下遗诏 雍正皇帝趁机抢了皇位 咱们前面已经说过啊 第一种说法 改召创位说压根不成立 如果第二种说法 遗诏即位说成立 那么雍正皇帝即位是合法的 如果第三种说法 无诏夺位说成立 那么雍正皇帝只不过是 打败了众多兄弟之后夺得的皇位 也同样合法 真正不怕影子邪 雍正皇帝做了皇帝后 那帮跟他争夺皇位的兄弟啊 没有一个有好果子吃 几乎全被圈禁到死 圣者王侯 败者寇 九字夺底实在太残酷了 雍正皇帝可不想让子孙 布他们兄弟的后尘 于是他一拍脑袋 发明了一个新的传位制度 秘密立储制 啥是秘密立储制呢 就是皇帝悄悄写下继承人的名字 并藏于匣子中 然后放在前进宫正大光明的牌匾后面 当皇帝去世后 大臣们一起打开匣子 宣布由谁来即位 皇子们不知道谁会即位 更不知道跟谁争抢 也就不会骨肉相残了 所有皇子都可能中奖 不过得等我死了才能开奖 雍正皇帝一生给后人留下两个未解之谜 除了即位之谜还有死亡之谜 雍正皇帝的死因 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 病死 第二种 刺客吕四娘的家人 因为文字欲被杀 吕四娘为了报仇 杀掉了雍正皇帝 第三种 雍正皇帝痴迷于炼丹 最后吃丹药中毒而死 做人不敞亮 做鬼也不敞亮 雍正皇帝去世后 儿子乾隆皇帝继承了皇位 乾隆皇帝与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一样 都比较爱岗敬业 所以他们祖孙三代人 创造了大清历史上最繁荣的康乾盛世 前隆皇帝的前半生虽然表现得很赞 但后半生却突然放飞自我 贪图享乐 自以挥霍 致使国家由胜转衰 物极必烦 乐极生悲 你听说过中国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贪官一哥和申吗 他就是乾隆皇帝培养出来的 乾隆皇帝一死 即位的嘉兴皇帝就把和申给宰了 还没收了和申所有的财产 人生最痛苦的是 人死了 钱没花掉 和申有多有钱呢 在查抄大家时 据说搜出了八亿两白银 相当于大清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老百姓都说 和申跌倒 嘉庆吃饱 嘉庆皇帝虽然扳倒了和申 但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 大清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就在大清走下坡路的时候 却迎头撞上了世界同好技术大牛 英国 接下来 中英之先将会有怎样的摩擦呢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个盛世 它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一共持续了134年 在康熙皇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 三代帝王的努力下 大清王朝达到空前强盛 在此期间 中国人口暴增 首次破亿 最高的时候 甚至高达三亿 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超 khi以下 大清王朝辰 最低了 其成立 最高的准备 最高的准备 大清王朝辰 最高的准备 我可以 从雷